今日说法 女儿重病在床 父亲尽力救治 一个尘封的秘密被迫揭开 这孩子已经翻了 走我家在那边 我当初不想这孩子越可怜 漫长的等待 屡次反复的背后 原来并有隐形 同校三个县 河南贵州 乡里县贵 他不想把这交友会 回到河南 今日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医生讲 他得的这种白血病的死亡率 非常的高 自从他的父母知道 孩子得了这个病开始 就想尽一切办法 要留住女儿的生命 看一下今天的记者调查 焦焦被查处得了白血病 是2010年12月的事 那天孩子突然高烧不退 父母带着他跑遍了 乡里县里的卫生院 病情也不见好转 当地的医生看不着 焦焦的父母赶紧把孩子送到了 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检查 很快 从医生那里传出了一个可怕的诊断结果 急性水系白血病 焦焦的父母丁建忠夫妇 是河南洛阳斗河村的普通村民 以前只是隐约听说过 这种病很难治 不想如今竟落在了自己孩子的头上 伤心难过是没有用的 给女儿治病才是当务之急 丁建忠夫妇四处筹钱 为了孩子的病 花多少钱做父母的都愿意 好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化疗 焦焦的病情得以缓解 这让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医生却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小儿的急性水系白病 以后差了 松转机短了 死亡率高了 医生的话让丁建忠夫妇 再次陷入焦虑中 医生说 如果想彻底治愈焦焦的病 骨髓移植是唯一的办法 但是这需要找到 能和焦焦骨髓配型成功的人 通常在亲人之间 骨髓配型的成功率很高 丁家还有一个比焦焦大的儿子 医生建议可以让这个儿子试试 也许他能救焦焦一命 但是面对医生的建议 丁建忠却显得有些为难 当时我一个人一想到 这孩子你回来 当时那种轻轻的 孩子一旦是没命而受 我那心情啊 从此可发生 太太太太太太多 丁建忠的态度 让医生们感到困惑 一方面为了给孩子看病 丁家竭尽全力在所不惜 另一方面面对医生 在兄妹之间进行骨髓配型的建议 丁建忠夫妇却犹豫不决 家人都是 就是他都很坚决 彻底要给他治愈 那么输小板 输控细胞 那都很贵的 都有一两千 他家人都直接就是 你给我开单的 我直接都下去交些费 就是这样的 看着自己活泼可爱的女儿 这么小年纪 就不得不和死神作斗争 丁建忠说 他内心充满的痛苦 经过反复的思考 他知道 要向救自己的女儿 一个坚守了四年的秘密 不得不说出来了 原来丁建忠夫妇 原本有两个儿子 2006年4月16日 当年只有16岁的大儿子 丁伟 放学骑车回家 就在这时 一辆拉满当心的汽车 突然冲向正在路上骑车的丁伟 这次的交通意外 夺走了丁建忠大儿子的生命 当时在外地打工的丁建忠赶回家 也没能看上孩子的最后一眼 一家人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很长一段时间里 丁建忠一家都走不出丧子的痛苦 家人建议让丁建忠去抱养一个孩子 一个新生命 也许可以抚平这个家庭的伤痛 经过两口的商量 他们同意了 然后就托付家里面的亲戚 终于在贵州找到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婴 大家猜的没错 这个女婴就是长大后的娇娇 丁建忠夫妇至今都清晰的记得 四年前刚见到娇娇时的情景 像那样怪他 看着都没假 只要看着快 你看到那想起 可好看 学历后一看孩子没啥问题 他就把握 直接把握孩子都没松手 夫妻俩打心眼里喜欢这个孩子 立即决定收养 贵州到河南几千公里 路途遥远 为了防止路上出一万 丁建忠特意在贵州当地 开了抱扬证明 就这样 丁建忠带着还没满月的娇娇 回到了洛阳老家 娇娇从小乖巧懂事 家里的每一个人 也都十分疼惜这个小姑娘 渐渐地曾经被阴云笼罩的家庭 又恢复了往日的欢歌效率 伴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丁家人的生活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轨 那次包养自己的亲都掉下去 那些时候非常享福 开心 看到孩子里面可以往去一切 娇娇对于丁家人来说 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现在娇娇受疾病的折磨 甚至于有可能性命不保 丁建忠就发誓 说这次绝对不能让娇娇的生命 从自己的手指缝中流走 所以他要拼尽全部努力 他要找到娇娇的亲生父母 但是事情毕竟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娇娇的亲生父母还能找到吗 丁建忠的侄子是曾经帮助过他 联系抱养娇娇的人 此时丁建忠唯一的希望 就是通过这个侄子 联系到当年贵州的中间人 有打电话 他说这个事情你也不要记 我肯定请我最想都给你的联系 但是等于我们比较着急的话 因为这个事情 从这一生的嘴里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 拖不起 虽然中间人承诺 紧力的帮助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可是 已经时隔这么多年 更何况 娇娇当年只是在路边捡到的一个弃婴 任何线索都没有 因此 寻找孩子的亲生父母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正当丁建忠满怀欣喜地 按照中间人提供的联系方式 打电话的时候 对方的回答 却让丁建忠一下子呆住了 此时的丁建忠才知道 原来在他们抱养娇娇之前 孩子已经被辗转送过五六户人家了 这次联系到的 只是当年第一个捡到孩子的那户人家 一个月的努力寻找毫无结果 此时 娇娇经过几次的发疗后 头发已经掉光了 虽然重命缠身 但是娇娇却显得格外懂事 在治疗的过程中 表现得非常坚强 坐两回腰穿 你看一会这个穿上 坐的时候得快半个小时 坐了以后 看那个穿上平常落小时 你看这个小姑娘 看什么子 看着孩子在病痛中饱受煎熬 丁建忠无比心疼 此时 他虽然内心急切 但也只能是继续等待消息 而就在一周之后 丁建忠忽然接到了一个 来自贵州的电话 对方自称叫田光生 说他是娇娇的亲生父亲 由于语言沟通不畅 双方只能用短信进行交流 远在贵州的对方发过了一条这样的短信 有根背带 身上穿一身唇面衣裤 一双袜子 是用一根搭帕包的 出生于2006年6月10日 陈石生的师伯 对方提供的这个信息 和当年孩子被抱回来的时候 情况非常吻合 这使得丁建忠确定 这个叫田光生的人 就是自己苦苦寻找了一个多月的人 他应该就是娇娇的父亲 天光生怎么知道丁家人在寻找他呢 对此丁建忠也顾不上多问 找到娇娇的身父 丁家人觉得事情应该成功了一大半 正当丁建忠满怀希望 准备和田光生商量如何救治娇娇的时候 对方的态度却突然变得冷漠了 丁建忠觉得田光生之所以是这个态度 很可能是因为双方语言不通 交流不差 这个时候他必须去一趟贵州 当面向田光生说明情况 以寻求对方的帮助 2011年3月28日 丁建忠在媒体记者和医院医生的陪同下 来到了贵州 因为没有具体的地址 丁建忠一行人只能在公路边的一户人家 等天光生过来 两个小时之后 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出现了 我们当地的记者跟董事说话 他听着我们的口音 他说你们是不是河南过来 我说是呀 我说你是他的亲爸 他说是 我的心事说 就是只能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就行 当然其实 就是不是不在你们哪个地方 是不是有的这样 我跟这个兄弟的这样 就是谈的那些人 来到田王生家之后 随行的记者拿出了笔记本电脑 播放了焦焦的视频 给大家看 看着屏幕上的娇娇 田光生的眼里流露出慈爱的目光 尽此情况 丁建忠连忙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他想让田光生和孩子说上几句话 乖吧 那你二年回家了吗 我再没有办法呀 我怎么得吃呀 你不 田光生实在没有想到 四年前被自己放弃的这个孩子 今天还能够叫自己一生爸爸 那么四年前究竟在田家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当初田家决定把这个女孩子送给别人呢 四年前田光生被迫放弃自己的亲生骨肉 满怀期待 丁建忠救你路上再遇波折 谁来救我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田光生的家 田光生的家位于贵州山区 因为交通闭色 田家族族辈辈都生活在山里 考物浓卫生 虽然有田有房 但田光生一家过得依然比较贫困 十几多 现在种地一年收入能有多少 种地一年收入只有三四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对对对 2007年的一天 田光生的妻子在医院检查处 已经怀了三个月的身孕 然而 这个原本令人高兴的消息 却让田光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 他说 就是家里有三个孩子了 生了两天 就给别人了 他就拿去了 我就不同意 就他拿去了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这所以来讲 我们家庭比较强 就没有办法 这所以才把他的家庭送出去 五四号人家之后 背着妻子 田光生把只有几天大的女儿 偷偷地放在了一户人家的门前 墙保里 他留下了家里当时 仅有的意外八十块钱 和孩子的生辰八字 孩子送走之后 田家的生活恢复了往日的瓶颈 然而 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 田光生夫妇 每天都在牵挂着 当初被自己送走的小女儿 一年多来 田光生找了很多地方 问了很多人 始终没有女儿的下落 知道了田光生这四年 其实也在寻找自己的女儿 知道了田光生的态度 丁建忠觉得 交交有救了 就在这时 他做出了一个 让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举动 我来救大家 我你怪牙 但是我都这样心情 我真的我他怪牙 这张丁建忠正要下跪的照片 就是当时随行记者拍下的 这一幕打动了现场所有人 也彻底打动了田光生 为了进一步消除田光生的顾虑 随行的医生 也向他解释了 干细胞配型的一些医学常识 很快 在当地医院的配置下 田家都陆续开始采集血氧 为了确保配型的概率 医生为田光生家所有的人 都进行了血氧采集 为了节约时间 血氧采集后的第二天 医生人就词别了田光生和他的家人 回到了河南郑州 几天之后 丁建忠接到了河南血液病研究中心 打来的电话 娇娇和田光生大儿子田永强 配型成功了 这个消息就像一记强心记 让所有的人都无比振奋 那些人非常非常的高兴 紧接着丁建忠赶紧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田光生 张四人跟我说的是 很好很好 我要交孩子嘛 亲生父母找到了 配型成功了 按理说娇娇可以得救了 但是事情接下来的发展 远没有大家设想的那么顺利 2011年4月 医院已经开始为娇娇 移植手术做数钱化疗了 这个时候丁建忠决定 和田光生商量 去贵州借娇娇的大哥田永强 就在这个时候 丁建忠接到了一条 田光生发来的短信 来的时候必须戴上顺铃 我要做血缘鉴定方能认可 无论如何都得戴上顺铃 否则我绝不配合 田光生为什么提这样的要求呢 丁建忠觉得 田光生一定是又在质疑娇娇的身份了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 田光生给丁建忠发来的一条短信 提出了一个让大家怎么都想不到的要求 我只需要两分钟就能验证 是不是清血缘 不需要医生 我自己就能验证 只要一碗水 将两人的血放在水中就知道 滴血韧禽 这个只在影视剧里才会出现的桥段 竟然被田光生作为判断孩子是否亲生的办法 我们就想着说这个绝对是不可信的 有血缘关系的也不一定两滴血就集中在一起 没血缘关系的还有可能还是集中在一起 所以说不说明什么问题 此时田光生的态度非常坚决 要求丁建忠必须带着娇娇去贵州现场滴血认亲 以确定娇娇的身份 否则就不会让自己的儿子做骨髓捐献 但是所有的人心里都清楚 此时娇娇的身体状况根本不可能去几千公里以外的贵州 就这样事情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我们今天请到演播室的嘉宾是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邓立强律师 邓律师现在对于田光生来说 他的思想有巨大的波动 亲生父母在把孩子送人之后 不要了这个孩子之后 对亲生孩子还有没有什么义务 我国收养法规定 养子女和亲生父母在收养关系成立以后 他们的权利物消除 也就是说在收养关系发生以后 生父母对于养子女没有法律上规定的权利物关系 而在这里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即使是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对于一个未成年孩子 他在救治过程中的义务也不包括这种器官的捐献 但是我还要强调的是骨髓捐献不同于其他的器官捐献 说是要对自己有一定的损害 那么骨髓我们说在捐献过程中对于针献人没有太大的威胁 也能给受捐献的人提供很好的保障 所以您说的这段话是两层意思 在科学上来讲捐骨髓是没有多大危害的 但是无论是养父母还是亲生父母都没有去捐骨髓的法定义务 对这是一种即如果生父母或养父母愿意捐献 这是一种道义上的义务而不是法定义务 女儿生命告急 丁建忠再负贵州 能否说动对方捐献骨髓 谁来救我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天光生说 自从上一次丁建忠一行人走后 村里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了 周围人的议论让他的思维变得异常的混乱 村民的议论以及对儿子身体的担心 所有的这一切让天光生有些无所适从 他认为什么都不管似乎是解决问题最好的办法 想到这里便向丁建忠提出了 必须带娇教到贵州做亲子坚定 这个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从电话中 田光生感受到了这位养父对女儿的爱 随着电话的不断沟通 田光生心中的质疑慢慢的消除了 其实就在丁建忠和田光生不停的用电话交流的时候 丁建忠一行人已经再次到达了贵州 来来 你把手擦一下 看看 你好 我找你放心 这是我们06年累死了 这份抱养证明 让田光生再一次确信了娇娇的真实身份 庄室的一个外周干细胞采集的一个申请单 就到时候他可能就是要去中心血栏 进行一个干细胞采集 就是一个血 就一个管子 出来以后滤过 把这个血还要回溯进去 所以说对他来说 一般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下面他有一些这个说明 就备注的说明 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况 但是 概率比较低 而且呢 我们都有医生和护士 当时都在场 因为我跟过他们去过 两三个 一般来说 我问题都不太大 好吧 听完医生的解释后 田光生郑重的在协议书上 签下了同一二字 在田光生的朋友下 丁建忠到学校去接田永强 这个男孩就是田永强 娇娇的大哥 在去机场的路上 丁建忠收到了田光生 发了短信 你回家之后 把这个短信读给孩子听 顺玲啊 爸爸对不起你 生了你 没法养你 你长大以后 能认你这个爸爸吗 爸爸真的好想你 2011年4月9日 在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血液科的病房里 田永强第一次看到了自己的妹妹 娇娇的移植手术被定在2011年的4月29日 当天上午 医生带着田永强到洛阳市中心血栈 进行造血干细胞的采集 田永强显得有些紧张 为了稳定他的情绪 丁建忠特意拨通了 娇娇那边的电话 我给你哥给他 你也对你妹妹说 你也不严格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等待 造血干细胞采集完毕 接下来就是要将这救命的鲜血 输入焦焦的体内 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个案 一方面焦焦被病魔缠身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很幸运经历了波折 毕竟最后配情成功 而且对方愿意提供骨髓捐献 但是我们知道现在作为一个普通人 如果得了白血病 如果没有血亲 他就得等 而等的时间特别漫长 有的人就是在等的过程当中 最后等不起耗不起了 那么现在我们有可能想什么办法来缩短等的时间 对于骨髓移植 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配型问题 配型成功是骨髓移植成功的一个关键 如果是一个人 他常见的 他的人类白血胞抗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类型 成功率就比较高 几百分之一到万分之一 但如果是罕见的那种类型 甚至到百万分之一 配型成功的激励 如果要按这个几率来算 那么我们骨髓库中的资料越全 志愿者越多 配型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所以您现在就说到了一个核心问题 也就是我们骨髓库里边样本的基数的问题 对 如果基数大 然后配型成功就有可能 那么当然大家也会有一些疑惑 就像这个片子中 我给别人供随 对我本人会不会有什么危害 科学的回答这个问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的 因为人体 它骨髓有很强大的动员能力 所以给别人捐献一些 不会造成对自己身体的伤害 简短的不时很快就能消失 所以大家要消除这种误会 积极的去奉献爱心 焦焦的干细胞移植手术非常成功 2011年7月7日 焦焦正式出院回家 回到家里的焦焦显得异常兴奋 焦焦是幸运的 因为他有两个父母 能同时拥有两分爱 而正是这两分爱 让两个相隔千里的家庭联系在一起 他不是想其实成为家人的嘛 这以后就是我们 在我们这次到河南 这是我们就来不来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邓律师才有点讨论 欢迎您继续关注 《周浪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们再见